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的规矩 就不是我的 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 王贤之 感恩何为九天之人下垂 何为四海之水监力 徐凤年终于找到 现在多少 再等等 等厉城刚出见 这就是你想对王贤之说的话 九天之云四海之水 徐凤年 你为什么要来五帝辰 你如果怕 就闭上嘴 涛秋晨 放回北梁去 我不怕 别对我说 王贤之 王贤之 相言我不在乎你的规矩 今日我来 就一定要取回剑下 你要敢来 相言我早晚把你造成地瓜 地瓜 是说造成地瓜吗 应该是 骂得好 油胆石 过瘾 你说什么 之前和老婆三年游历 吃得最多的 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 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 结果就给喊出来了 好多年没有听见五帝城 有人这么说话 这才是北梁之主的气候 就怕王贤之忍不了了 准备动手吧 准备动手吧 我要到黑院里站 天下敌儿王贤之 王贤之 王贤之 还能是谁 我先给你打个招呼 前辈请讲 就算王贤之不在 十二五奴 也还在镇守陈池 邀登陈龙 不太容易 都到这一步了 还能退吗 说得对 都到这一步了 不能退了 不能退了 切剑以诱 你 Funk 要带了 好一个李辰 啊 好一个李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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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 我 我 想 我 不准备 这么多把 应该能赢吧 到我这境地 飞来一把剑和无数把剑 其实都没了区别 那为何接这么多 这不显得霸气吗 去哪里该拿的 王先生 王先生 李淳刚 来访东海 借着满尘舰 与你一战 李建神 又见面了 大腕再聊 等等 不如出海一战 都行 都行